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一影出的角色他是谁呀 答案将在本期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呦 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时刻 在奥特曼的世界中 除了有许多奥特曼在为地球而战外 身为地球生物的一分子 人类也在努力的和宇宙人进行战斗 没有奥特曼的本领 弱小的人类只能依赖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装备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战机与怪兽战斗的场面 在幕后到底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名场面 首先就是各种装备的模型 在拍摄前 倒计组会准备好所有需要用到的模型 包括各种飞行器 机库 跑道等等 除了这些模型以外 倒计组还会制作一些辅助道具 这些动作包括摇臂 支架 线圈等等 所以在剧中的各种高科技装备 其实都是假的 这些假的道具 在猴哥我小的时候 可是把我骗惨了呀 相比于被各种皮套折磨的皮套演员 飞行器辅助工具人的工作量也并没有轻松多少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飞机划过天边的镜头 在制作的时候 从拍摄到制作可能需要三天甚至更久 飞行器的进景拍摄 从起飞开始工具人们的工作就开始了 飞行器上面的绳子 有控制高度的 有控制远近的 还有这个控制摇摆壁的 这么一通飞行 光是找到一个完美的拍摄角度 就需要工作人员一次一次的重复操作 当然了 能拍好这些画面 除了一线的工具人外呢 后台的设计师们也是出了很大一份力了 从开始设计飞行器的形象 到设计基地机库跑道的样子 等这些设定出来后 还有大量的分镜头需要画 在拍摄出来画面后 后期就更烦了 这些人要在大批量的视频片段中 找到最合适的 最完美的镜头 然后拼拼剪剪加特效 这么一套超级脱发的套餐下来 才是他们最终所需要看到的画面啊 好了 现在豪哥要公布本期的猜图单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 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